我们再来看到南海地区呢 有丰富的矿场 有石油 有很多金属 当然有很多渔业 那大家都知道说 中国跟美国其实对南海都非常的觊觎 其实除了中国跟美国之外 你一定也知道包括菲律宾 包括周围的国家都是如此 越南就是个例子 越南之道接下来呢 中国跟美国在南海的部分 应该会有很多的角力 其实他们很厉害 就跟其他国家买了潜见 还说如果你辽宁号再来的话 一定打 这个部分来讲 说真的我觉得越南 对不对 他也不可能说今天辽宁号一来他就打 当然军队来讲 就一定要会最坏的状况做最好的准备 那现在我们看到 为什么现在越南这么有信心了呢 因为越南他们又跟俄罗斯 买了新的一个军舰 新的 他们这个最新的猎豹级的护卫舰交舰了 那这个猎豹级的护卫舰 它其实大小大概差不多是 2000吨上下的一个护卫舰 然后它的特色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船上其实基本上来讲 是一个把俄罗斯 它现在生产猎豹的护卫舰把它飞弹化 你看它这个舰中的这个部分 它就装了8枚的 就是SSN25的反舰飞弹 然后另外它船手也有一门传统的快炮 那整条船来讲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船 它这个基本上来说 它其实是属于属于比较新世代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这个船本身 外形上来讲 是尽量采用了我们称为这个逆中性的一个设计 然后另外它也当然也大幅的一个飞弹化 但是它本身这个船本身 它其实相对来讲 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武装 还是在反舰 所以它上面装的是SSN25这样一个反舰飞弹 但是这个反舰飞弹在于那个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它过去发展了非常多款的反舰飞弹 有像比较著名的像SSN2社那个日制 Mosquite这样一个超音速的这个反舰飞弹 那另外也有这个SSN25 这个SSN25呢 它这个级速的这个反舰飞弹 当时俄罗斯生产这个飞弹 它的这个飞弹比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俄罗斯所生产的一系列超音速反舰飞弹来相比 它体积很小 我们看到因为超音速反舰飞弹 因为它本身都是用那个冲压发动机 所以它本身弹体都小不下来 你可以看到像我国所生产的反舰飞弹 熊二跟熊三 你会发现两个发射箱差好大 因为熊三很大一颗 熊二很小一颗 那熊二跟SSN25跟鱼叉飞弹 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等级的那个反舰飞弹 也就是它们是次音速的掠拨反舰飞弹 那这个次音速的掠拨反舰飞弹 当然特点就是它不可能超音速 所以它的时速大概是每小时900公里上下 但是它通常都可以让它飞弹的高度非常低 大概了不起就是两公尺到三公尺的这个距离 在海平面上飞行 所以你军舰要能够搜索到它的时候 时间通常很晚 但是它也有缺点 它的射程不长大概130公里左右 那今天如果说你今天一个辽宁号的航空母舰战略军开出去 它当然绝对不可能让任何可以发射飞弹 威胁它的军舰或飞机逼近到它大概200公里的范围之内 你看像美国航空母舰在外面跑 它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敌对国家的舰艇 开到它航空母舰范围200公里以内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能对它造成危害 那当然这个以目前猎豹级 再加上俄罗斯 其实过去也曾经卖给越南相当多的一种 另外一种飞弹巡逻舰 叫毒蜘蛛 那这个毒蜘蛛这个飞弹巡逻舰 它其实本身上面也是载着这种反舰飞弹 它这个反舰飞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作战舰艇 大概500程度上下 但是装了好多枚的反舰飞弹 然后它的作战概念 其实越南海军我们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 它本身并不是整个南中国海周边地区 那个力量最强的 它的发展有点不太对称 就不对称性的一个发展 首先它其实本身并不具备很多大型的水面作战舰 但是这几年他们特别把他们的 在加强 加强的部分 特别着重在潜舰的部分 它其实你可以看到 像猎豹捷的这个护卫舰 对于越南海军来说 现在越南海军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作战舰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 它另外还有大概12艘左右的毒制 也就是说越南海军的作战概念 基本上是朝向一个飞弹化的发展 那也就是它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对敌对国家的水面舰艇 发射最大量的反舰飞弹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这些反舰飞弹的射程都不长 传统的这种 如果说舰对舰的这种攻击上面来说 它是可以占到这个便宜 没有错 以前可以 现在的不太行 因为毕竟你说 辽宁豪来说 它上面好歹还有24架SU-3 SU那个就是 殲-15的这个飞沙战机 就战机的话 毕竟起飞以后 它现在我们看到 央视线突入的这个画面来看的话 至少你这个飞沙战机 它从这个航舰起飞的时候 是有攜带反舰能来 能飞弹这个能力的 那另外当然 越南其实也很清楚 知道就是说 如果今天单就比水面舰 或甚至于 那个比其他的方面来讲 可能比不过大陆海军 但是呢 他们在建立 海下水下舰队的时候 他们其实可以说 相当的这个努力 你可以看到 他们最近 已经第五艘的基洛级的 这个636MV这个潜舰 已经交舰了 基洛级的这个潜舰 它最大的特色 它有个外号叫深海黑洞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船的这个表面 它其实铺满了这种隔音网 对 也就是说 它这个船 我们看到它这个船的这个外壳 它其实本身 这个不是直接接触到 这个潜舰的这个钢材 而是它是用 非常厚重的一个橡胶 一块一块这样贴上去 有布满了隔音网 然后再加上 其实它本身原先 基洛级的这个潜舰 它本身就是一个 裁舰潜舰 相当的安静 然后第一 在外加上 它就全舰附满了这样的隔音网 因此 让它在水下航行的时候 非常难以侦测 那其实俄罗斯人 他们自己也有用 那个基洛级636 他们也卖给中国大陆 那个基洛级12艘 其中有四艘是比较旧的 877 然后有比较 八艘新的636 越南也卖 中国也卖 对 一样的武器 但是呢 其实越南的 卖给买的这6 基洛级 又更新 比中国大陆 至少新了十年以上 这样子啊 对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 基洛636 MV这个潜舰 我个人认为 应该会比中国大陆的 那个基洛636 要先进一点 因为毕竟 差了十年嘛 你总是会有一些东西 要更新 然后再卖出去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基洛级636 这个潜舰 它当初越南 为什么能够 能够那么快 就买到这样6艘 比中国买得更好 对 因为当时其实 有整个南中华地区 有别的国家买 然后买了之后呢 它突然决定不要 然后不要之后呢 这个潜舰退货了 那当然 俄罗斯就要积极 在寻力接手的买主 因为如果说 今天这个潜舰 俄罗斯海军 自己不需要那么多的话 又是一个外销型 那对俄罗斯来讲 它要买这些 那个潜舰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它一定要找一个买主 那结果 对 越南就 因为这样而捡到便宜了 那以目前 我们讲到 越南所拥有的 这个基洛级636的 这个潜舰的 这个综合战力来看 因为这个636它强在哪里 我刚刚讲到 深海黑洞 就是它非常安静 在水下潜航的时候 非常安静 那是其一 其二是它有自动装填系统 也就是说 它前面六个鱼雷发射管 第一批的这个武装 发射出去以后 在两分钟之内 可以再发射第二批武装 然后半个小时之内 再发射第三批武装 半个小时到 一个小时之内 再发射第三批的这个武装 这其实这样的发射速度 在前线来讲 是非常惊人的 因此也就是说 它还是一个 可以在短时间大量发射鱼雷 或是反舰飞弹的一个潜舰 当然综合上的这个水面舰 水面舰 以这个越南实力 跟中国大陆的实力来讲 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因为你看 他们以越南海军来说 它拥有大概是2000吨上下 3000吨上下这样一个 飞弹巡逻舰 而且这些飞弹巡逻舰的特色 是防空能力都不好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它在跟周边的国家 单就水面舰的这个 作战的决斗的话 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但问题是 中国大陆现在有航空母舰 而且其实整个越南 基本上来说 是在中国大陆的 暗基导航空兵的攻击范围之内 所以你看到整个越南 它的空军基地的主力 都大概在金兰湾以南 为什么 太北边 它北边也还是有空军基地 但太北边的基地 就很容易遭到 中国大陆的突袭 所以整体来说 比水面舰 或比那个制空战机来讲 越南不见得赢得过中国大陆 但水下舰队的部分 中国大陆跟越南之间 越南借着新潜舰的购入 其实的确是强化了不少 他们在这方面的实力